大家好 这两天中国国内这边确实是连续出现这些恶性事件 让人看了以后心里头简直不是个滋味 前两天在甘肃白云的马拉松比赛有21个马拉松选手遇难 然后当天在大连有一个青年人开着一辆宝马车撞向了人形横道 这个事故造成了无死无伤 然后过了两天啊 就是昨天啊 在南京连发三起事故 两起是交通造势 都是恶性的 都是这个开车撞人啊 据说有一起是酒驾 另外一起呢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呢 又有一起迟到砍人事件 这个砍人事件呢 网上有视频 据说吧 有一个41岁的人呢 由于感情问题呢 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 在一个中学对面的地下通道 这是拿这个砍刀连续砍下去 砍了五个人 据说呢 这个还没有死亡的 那两起交通造势呢 具体情况不太明了 有一起交通造势上面那个视频显示 那个被撞的女子 我估计是生怀的希望不大 所以中国这边呢 竟出这些恶性事故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社会的利器态中 就是整个这个社会中啊 充满了一种 让古人说的那种利器吧 就是这个社会上迷散着这种情绪 它没有一个出口 没地方去宣泄 对不对 这个统治阶级呢 又不改良这个社会制度 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去年到今年 这个抗议的过程中呢 在这个中国的年轻人中间啊 产生了两种争议 就是说 以美国为首的这种西方制度 并不是有多么的完美 你看他死了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感染 反而是觉得呢 中国这种一党专制的独裁体制呢 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你看弄得多好 按照那个李毅的说法 死四千人就跟没死一样 对不对 产生了这样一种对制度的怀疑吧 你比方说 把这个民主跟专制这个制度啊 放到十几年前 你让人们去辩论 那没有啥说的 肯定是支持民主的人多 那么现在呢 未必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这种认知 它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这个社会啊 充满这个利器呢 也就是不足为怪了 那么这种制度对社会的这种稳定 有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呢 我举一个例子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啊 在中国这个盗墓行业啊 那么在盗墓的过程中呢 就是有人守在这个墓外 然后呢 有人下去呢 到这个墓里头去取东西 往往呢 就会发生呢 把这个文物取上来以后呢 上面的人呢 就起了胆心 就不拉底下那个人 所以呢 就是钻到这个墓里头去取东西的人呢 这个死亡的概率就特别大 最后这个盗墓行业呢 就变到这个 以家族为中心 就想着一家人嘛 那么这样去干这个事情呢 最起码不会互害吧 但是这个呢 也并没有减少多少 兄弟之间去弄呢 也有可能就把你兄弟放到里头 不拉出来了 或者是父亲到底下去弄呢 儿子都不拉出来 最后这个行业呢 进化出来什么一种规矩呢 就是所有到这个墓底下去取东西的呢 必须是儿子 父亲守在上面 从此以后 基本上杜绝了 把这个人留到墓底下 不拉上来的情况 大家想想这个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父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 他不可能把儿子不拉上来 但是你要把父亲放到底下 儿子放在上面 这就不一定了 从古到今 是父篡位的人也不少嘛 所以不要说制度没有用 制度很有用 同样是疫情嘛 从现在来看 基本上美国这边大劲就快过去了 基本上就快打完了 社会生产呢 也逐渐的趋于正常 那么我们再看中国这边 现在是不是又开始出现问题 就是疫情呢 又在反复 特别像广东这边 好像还比较厉害 然后这个打疫苗的情况呢 显得也比较混乱 也可能中国人就喜欢这种形式吧 干什么都轰轰烈烈啊 然后我们今天再谈一个问题啊 就是谈现在国内这些五毛粉红啊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他们呢 老是去看别人的短处 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这个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没有一个国家啊 是没有必定的 对不对 就跟那一堆区里头挑出来的一颗米 你不能说它是一堆米嘛 对不对 那它就是一堆区嘛 那么假如说在一堆米里头挑出来一颗区呢 那它最起码还是一堆米嘛 就是五毛看外国的时候 就是在那一堆米里头挑的一颗区 没晓得它自己呢 就是一堆区 中间连那一粒米都不好挑出来 这两天啊 又有这个五毛粉红呢 拿这个韩国跟日本来说事 说韩国跟日本啊 现在呢 还有外国驻军 就是丧权辱 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就是笑话别人 看不出别人 那么他自己没有看一看 放眼现在的全世界 哪个国家是外国驻兵最多的国家 他可能就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看实际情况是啥 就是目前啊 中国才是全世界外国占领军最多的国家 就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而且我们不把这个国家的概念呢 还不要说的太远 就是说到现在 那再说到清朝的那个版图 再说到中华民国那个版图 那你所谓的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啊 那不知道住了多少的外国军队 这些军队可都是占领军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看现在的情况啊 说的最多的中印边境的纠纷 对不对 那么那几块地方 现在上边是不是驻扎着印度部队 他们叫不叫占领军 对不对 我们说的最多的有三块地方 一个就是那个阿克青塞地区吧 还有一个就是去年发生对峙的这个拉达克地区吧 应该还有藏南地区 就是这三个地区 实际你中国说是你的领土 但是上面呢 驻扎的是印度部队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占领军 你自己忽略掉了啊 这是印度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地图 再往下看 中国跟缅甸地区 有个叫江新坡的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是驻扎着缅甸的军队 中国一直说这块领土是我们中国的 实际呢 上面驻的是缅甸部队 这个算不算是外国主军呢 对不对 然后再顺着边境往前走 中越边境 当年说的老山前线 还有什么法卡山前线 那些地方现在是谁呢 就是那些有争议的地方 有多少地方 现在是越南实际控制 那么那个算不算越南占领军呢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中越之间 海上含一个很大的岛屿 叫做白龙围岛 这个岛现在也是被越南失控的 上面驻有越南军队 他是不是外国占领军 是不是外国驻军 我们先讲到这样啊 实际啊 中越之间还有很多纠纷 我们放到最后这个南中国海这块再来说 我们先说陆地上的啊 那么我们再看东边的日本 钓鱼岛 现在人家日本已经明确宣布 是日本的领土 日本的武装力量经常去当那巡逻 那么他们日本的武装力量上去 算不算上面驻扎有日军 对不对 钓鱼岛现在中国人已经不坑气了嘛 以前还有猎型的巡逻 现在估计啊 离得多远都不敢靠近了 因为日本讲了很强硬的话 所以中国的口炮到此而止 然后再看跟中国结养的朝鲜 这个白头山天池的东部 那在中华民国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土地 现在上面住的是朝鲜的军队啊 大家想是不是 那么那块土地是咋出去的 传说当年是金日神像老毛要 老毛就给人家了 那么给人家的依据是什么 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没有 况且那块土地是传统的中国领土呀 从清朝到民国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 现在上面驻扎的是朝鲜军队啊 大家去想吧 那么再往北边跟西边看 那么那些领土呀 我们统一来说都是被俄罗斯给占走了 对不对 那么那些上面住的战领军是谁呢 都是他俄爹的军队嘛 现在的海三外库叶岛黑龙江一北的那个江东六十大团 等等这些地方多的去了 对不对 还有那个最大的一块蒙古国 对吧 那以前也是在中华民国的版图内嘛 那么现在呢 上面住的是哪的军队 那么再往新疆往西走 那么多少地区归了以前的苏联 现在呢 可能上面驻扎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军队 驻扎的是吉尔吉斯的军队 等等吧 这个都不一一列举了 就是明码标的光被俄罗斯这一块划走的啊 就是有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呀 那么这个上面驻扎的军队是哪的 那你说那块领土是谁的呢 什么叫老祖宗的土地一寸不能丢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主要的陆地疆域啊 那么我们再看海上疆域 中共说的南中国海这一块 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那么这个意义就是 你划的九段线之内的 这个海域跟这个岛屿啊 都应该是你的 那么大家现在上谷歌去查一下 你就查南中国海上 有多少国家占领这个岛屿 上面就会有很多铁丝 而且有很详细的卫星地图啊 给你标的清清楚楚 那么在这个区域 最少有五个国家跟地区 跟中国有这个领土的纠集 有一多半领土 实际是被这五个国家占领的 当然这个里头呢 也包括台湾 那么我认为台湾不算占领啊 他就要固守了以前的领土 对不对 那个九段线也是中华民国就画的嘛 他那守住里面的多少个岛 那这边是他固守了以前的领土 对不对 但是放在中国这个角度来说 那这里头就不是你说的了 他现在有越南 马来西亚 文兰 菲律宾 台湾 这五个国家在这里头 重复交集 而且在他们所占领的这个地方呢 都修有军事设施 而且是都有机场 当然这里头 机场修的最大的是中国 但是别的国家也都有武装力量在上面 那么这个算不算 在中国的领土上有占领军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领土这个问题 那就是刚性的 那你要说是你的 那你要行使有效的主权 打嘴炮 没有用 在这个问题上 你也不要耻笑别的国家 人家这个美军驻杂在这个日韩 那么那个是二战时候达成的一个世界格局 那么你看你中共现在的这些土地 都是你中共建政以后没有解决的问题 悬而未决的呀 你也没有能力拿回来 你还对国内的人呢 掩盖既有的事实 那像中印边境这个 那你就像老百姓说清楚嘛 那个地方现在到底是谁的嘛 对不对 你说是你的 你有没有有效的去管理它 你还去笑话别的国家 那么我把这些东西摆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是不是事实嘛 而且这些东西你藏不住嘛 你上网去把这些边境纠纷查一查 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不是我在这给你胡编的 我只是把这些事情拿出来 给大家来说了一下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啊 五毛粉红呀 应该醒醒的 应该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是咋回事 不要沉迷在中共给你编织的那个中国梦里头 那个是他主人的梦 不是韭菜的梦 你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这个主人嘛 对不对 你自己要放清醒嘛 所以当我们在取笑别人的时候啊 你就要记住那个耶稣讲的那句话 我们不要看见别人眼中的小刺 你要看见你自己眼中的大梦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